我郭台銘 今天要向各位宣布 我將鄭重的要求賴佩霞女士 擔任我競選的搭檔 一起投入2024年的政務總統選舉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刻 太陽座認識也請 好 很多人認識賴佩霞 應該有各自不同的印象 年紀超長的 可能是那位唱歌優美動聽 與諸葛亮同台 巡迴演出的賴佩霞 年紀再微小一點的朋友 賴佩霞可能是那位推廣身心靈運動 宣揚被暴力溝通的精神導師 年紀更輕一點的朋友 賴佩霞可能是影集人選之人照浪哲理 飾演總統候選人的 與並當選總統的林躍珍 具有多種面貌的賴佩霞 實則都是同一個賴佩霞 在我眼中賴佩霞是女性運動的提倡者 與推動者 賴佩霞是追求和平的 心靈的工作者 她眼裡的和平 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和平 也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和平 更注重每個人 如何追求內在的身心平和 她運用溝通技巧 協助過許多家庭、企業、團隊 消滅彼此的衝突 打造出健康和諧的關係 賴佩霞女士 更有豐富的學經歷 對政治領域毫不陌生 她是濟南大學法學博士 這幾年來 在美國哈佛大學的 甘乃迪政務學院 研究政治與政治人物 她的老師 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團隊的核心幕僚 她的同學 都是世界各國的重要幕僚 我曾說過 我的競選 搭檔人 一定會 能力比我強 愛心比我強 對全民共識的凝聚力比我強 愛佩霞女士 便是這一位 萬中選一的最佳人選 是我選擇競選搭檔時的唯一人選 我將依賴 賴佩霞女士的女性視角 為台灣打造更公平 更對等的兩性文化 對 身心靈研究的專業能力 我將借助賴佩霞女士 為台灣打造出 充滿愛與 十倍的平和社會 我將藉由 戴佩霞女士的溝通技巧 凝聚 台灣社會的集體共識 讓台灣不再 充滿著內耗與衝突 而是走向團結 並而 因此而更加茁壯 我認為 這次總統大選是 台灣的關鍵轉折點 對台灣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 我郭台銘 一位具有近50年產業經驗的企業家 搭配賴佩霞女士 一位優秀且前方位的作家與心靈導師 我們沒有任何的政治包袱 我們深知民間需求 我們渴望為民服務 我們將組成最強組合 將台灣打造出耳目一新的新氣象 2024 我們一定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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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加油 中華民國萬歲 謝謝大家 對